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莱特兄弟当年飞行实验一样 NASA这次飞行机制号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 我们在火星上也是可以飞行的 如果机制号这次能够在火星上飞起来 它将是第一个在地球以外飞行的飞机 在火星上飞行有很多挑战 第一个就是它的空气密度特别低 大约只有地球的1% 而火星表面的空气压力更是低的可怜 平均只有不到0.1PSRM 如果按照火星的空气压力来计算 在地球上相当于距离地面30公里到60公里的范围 这是什么概念呢 假如我们去坐飞机 在地面的时候大气的压力大约在14个PSRM 而飞机的飞行高度一般距离地面10公里左右 这时候机舱外的气压只有4到5个PSRM 但理论上我们人体能够承受的最低气压有一个界线 叫Armstrom Limit 也就是0.87个PSRM 如果在地球上它相当于距离地面19公里左右的气压 那为什么人体能够承受的气压会有个界线呢? 因为在海拔越高的地方 空气的密度就会越低 空气的压力也会降低 同时水的飞点也会降低 而如果在地球上达到大约19公里的高度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Armstrom Limit 水的飞点就会降低到接近人的体温37摄氏度 而第一个发现这个现象呢 就是美国的飞行员Armstrom 所以按照火星的气压 即使我们登陆了火星 也必须待在一个加压的环境里面 如果出门忘了穿加压服 你马上会变得热血沸腾 因为你体内的各种液体 包括血液、眼泪等等 已经达到了飞点 而在火星上飞行 就相当于在地球上 距离地面30公里的高度飞行 我查了一下 地球上的直升飞机 最多也就飞到12公里高度 而均用的潘骑式飞机 最多也就飞至距离地面25公里 而机制号的飞行高度 要远远超过它们 所以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对于飞行器来说 要想在火星上飞起来 螺旋桨的转速必须足够快 才能在火星低密度的空气中 产生足够的声力 让螺旋桨转得快其实并不难 只要加快速度就可以 但问题是螺旋桨的转速是有极限的 简单地说 螺旋桨的转速不能够超过音速 如果桨间速度超过了音速 就相当于螺旋桨已经超过了 自身产生的噪音的速度 而这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超音速飞机会比较难做 而对于机智号而言 螺旋桨转速的限制是火星上的音速 不是地球上的音速 火星因为空气密度低 温度也低 所以它的音速是240米每秒 所以机智号桨间的速度限制 比地球上的飞机还要严格 同时还需要选择最轻的材料 控制飞机的重量 机智号需要在这些限制条件下 找到一个平衡点 最后机智号的重量是定在1.8公斤 而机智号到了火星上 重量只剩下三分之一 因为火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37.5% 在如此轻的重量之下 螺旋桨的转速需要达到2400转每分钟 螺旋桨的长度是1.2米 而桨间的速度被控制在0.7马赫以下 也就是音速的70% 而对比地球上的直升飞机 一般来说 转速在400到500转每分钟就已经足够了 在如此快的转速条件下 会产生巨大的空气阻力 我们来听一下 如果它在火星的空气中 飞行的声音有多大 这只要求奖片特别的坚硬 否则很快就会断裂 螺旋桨在坚硬的同时 还必须特别的轻 中间是泡沫 外面是碳纤维 而一个螺旋桨只有35克中 可以说是轻如羽毛 既然机车号做得这么轻 它不会被火星上的风刮跑吗 火星上的风速可是可以达到100公里每小时 那还不如做个风筝飞起来更容易 其实火星上大部分时间的平均风速可以认为是10米每秒 也就相当于地球上的5级轻风标准 而100公里每小时的风速是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一般出现在全球性的沙尘暴 这时候整个星球会被沙尘覆盖 但这种情况也很少发生 而且因为火星的空气密度非常低 同等风速的风力要比地球上的小很多 所以要吹起来同样的东西 在火星上就需要更大的风 这也算是空气密度低的一个优点 而在测试过程中 机车号的抗风标准是11米每秒 所以至少在完成任务之前 风对机车号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机车号在实验室里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火星的空气环境比较容易复制 在一个密闭的实验室里先抽空气体 然后再冲入和火星大气层一样浓度的氧化碳 但是重力环境没有办法模仿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 在机车号的上面拉了一根线 而线的拉力就等于需要抵消掉的重力 那么解决了火星空气密度低的问题 下一个挑战就是火星上的温度 火星上的平均温度是零下63摄氏度 在降落地点Jazer Quinter 到了晚上温度有可能接近零下90摄氏度 而这已经超过了地球上的最低温度 是在南极零下89摄氏度 在这种温度下 肺是不能直接呼吸的 你在火星上必须带呼吸设备 当然火星上也没有氧气 所以机车号要在火星上生存下来 必须要保暖 机车号携带了6块锂电池 可以至少提供350瓦的电力 相当于三个iPhone手机的电量 上方的太阳能板也是根据火星的光谱特点 进行特殊设计 最大限度的利用光满 而电池充满需要一天的时间 机车号的电量 三分之二是用来保暖 只有三分之一是用来飞行 这就是为什么机车号一天只能飞行一次 而且每次不能超过90秒 光有电池还是不够的 电池的温度必须维持在零下15摄氏度之上 在电池的外面有一个保温层 用的是气体的暗氧化碳 而在机身的外面 还有一层吸光能力很强的特殊涂料 充分利用自然光来保暖 由于地球和火星之间距离的问题 通信时间一般需要5到20分钟 而等到机车号第一次飞行的时候 单程的通信时间估计在十几分钟 而往返的通信时间就是20多分钟 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障碍 因为你无法超越光速 所以机车号必须特别的聪明 它必须自动的进行起飞 选择飞行路线 导航 选择降落地点 最后还需要充电 但是因为火星并没有和地球一样的 全球性的磁场 也就无法利用磁场进行导航 所以机车号主要是用它携带的摄像头 进行视觉导航 而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决定了 机车号必须特别的聪明 才有可能飞起来 那么机车号到底有多聪明呢 它的计算能力 比NASA在火星上所有的探测器加在一起 还要强很多 因为飞行器的反应时间很短 它比火星车需要更快的反应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要叫它机车号 但次机车号在空中静止不动 其实它每一秒都在飞速地计算 而说了这么多 真正的测验还是要在火星上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 第一次飞行计划将会在伊犁号降落之后的60天以内进行 时间会挑选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11点 伊犁号会找一个非常平坦的地方把机车号放到地面上 然后伊犁号会离开机车号至少100米 以免它们两个撞到一起 100米对于伊犁号来说可不是个小距离 理论上在非常平坦的地面 它可以每秒走4.2厘米 也就是每小时152米 但在火星上的实际速度估计要慢很多 伊犁号会在远处看着机车号飞行 拍一些照片甚至是视频 机车号第一次飞行会非常简单 离开地面之后在空中只会停留几十秒时间 有可能在水平方向飞行一段距离 然后再返回它的起飞地点 机车号在飞行过程中也会拍很多照片 这些照片将会通过伊犁号发回地球 相信这将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全新的视角观察火星 一旦机车号证明它在火星上可以飞行 它将会尝试难度更大的飞行 它可以飞离伊犁号300米远 水平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0米每秒 自动地行导航寻找降落地点 然后降落在另外一个位置 根据伊犁号的飞行经验 可以研制更大的飞行器并且携带科研设备 火星探索有可能进入飞行器加火星车箱结合的时代 去探索更复杂的地形 更加广阔的地域 而这种技术也同样可以应用在其他星球的探索 比如说土星的卫星Titan NASA计划在2027年发送一颗飞行器叫Dragonfly 来探索这个太阳系中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卫星 而与火星不同的是 这颗卫星不但有大气层 而且密度是地球的好几倍 貌似是一个很适合探索器飞行的地方 为什么一颗卫星都有自己的大气层 而火星却没有呢 如果火星当初没有失去它的死场 它真的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地球 其实机智号的研发费用有8000万美元 既然在火星上这么难飞行 而且花这么多钱 NASA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呢 这就要从探索火星的目的说起 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分享 为什么一定要探索火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